華盛頓國家教堂的鐘聲敲響三百響 悼念美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失去的30萬生命 而這個距離上一次國家大教堂 以鐘聲哀悼20萬世者 還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各個州陸續開始執行新冠疫苗注射計劃 為疫情當中的美國帶來曙光 在國會山 兩黨的領導人都表現出謹慎的樂觀 舒默說 新冠疫苗是隧道盡頭的一些亮光 每天都在變好 他們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他們不能覺得危機已經結束 他們需要通過新冠紓困法案 來幫助美國的同胞 直到我們是戰勝新冠病毒 我們不僅需要撥款疫苗生產 也要資助疫苗的發放 而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 麥康奈爾就說 當我們知道疫苗有效 他堅定支持注射 無論什麼時候輪到他 他都會盡快注射 讓大家放心 盡他的責任 讓有疑慮的人放心 他們真的需要在全國注射疫苗 白宮發言人凱利·默克納尼 對於特朗普總統是否接受疫苗接種 也作出了回應 總統目前已經說明 他絕對有可能注射疫苗 他曾經是對他私下表態 也對大家公開表態態度明確 但因為他從新冠當中是康復 就好像他提到的 他有混合丹克濃抗體的持續保護 在他的醫療團隊認為最佳的時刻 他會盡快進行接種 隨著輝瑞新冠疫苗在各州陸續分發 全美多地的醫護人員 和護理中心的年長者 開始進行接種 參與優先接種的人群 普遍表現出對於新冠疫苗的信心 黃醫生說他感覺良好 他們能夠在新冠疫情恢復 和治療當中貢獻力量 他感覺很好 耶詞說他感覺很好 能夠堅持戰鬥 他感覺到很驕傲 你知道他們是不想妥協 離開他們的工作 能夠注射疫苗繼續工作 感覺良好 李維拉說他是首批注射的人之一 他覺得他創造了歷史 他感覺好像是中了彩票 之前沒有預料到 他以為他會在家 和其他人一樣排隊等候 但他很幸運 因為退伍軍人士舞部的安排